我们的截图始终没有满足到前来事情的交往前冲的身一年 气氛之下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兄根本就没有来到北京 他在国安之旅还未开始就已经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从阿尔松的训练中看到了这位发戏人确实感动了几步感 不过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他有本来说因为我们的军人会去比赛的这个期待 我也不想知道太过 也许这位大西人确实是因为适应问题还没有入入国安这个机体 又或许确实因为状态问题是他始终无法完成自己作为前锋的职责 但不管怎样他确实是没有让人感到满意 而他自己也非常沦带这一点 我认为各方面的选择是在训练上生活上 问题是我现在已经在中国 不是说是中国在巴西 是我在中国 这样的话我应该去努力去适应 这么做的一切 我认为呢 我认为呢